现在的学校不比从前 不再只是提供孩子教育的环境 包含老师也是他们扮演的角色 也不再只是传授节目 老师都不敢说 这样子在接下一个 妈妈我跟你讲 今天我在学校教了一个幸福的 妈妈回去咯 在开吃吗 你走啊 走啊 拜拜 会长 今天比较早 对啊 因为学家刚开学一样 才会点内容 这样做 诶 那个小朋友怎么还没有回家 他抱抱会比较不稳定 我看我那学套学吧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他们爸爸妈妈在外面 不能带他回来 我还会做理修 做六块都可以来接他 没事啊 没事啊 来 天天 走 快来回来喔 现今父母因为忙碌 帮孩子安排很多元的学习 不希望输在起跑点 也相信能比他们更棒 孩子到学校上课 放学后 就得要去下个地方 就要去下个地方 就要去下班 再去下班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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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叫我们跑大堆接力 我这边五八 他们很好笑 阿嬤,等一下在這邊等啊 誒,副長,你還記得我喔 今天是誰來接你? 阿嬤 阿嬤,阿嬤也接你 他有很久嗎? 對 會喔 那還是會長帶你去一個教室 在那邊等阿嬤來 那邊可以順便問起功課還是看書 那邊也比較有人 謝謝會長 那我帶去 現在的小學應該是家庭的延伸 在這個階段的孩子需要的是更多陪伴 我們就像是爸爸媽媽一樣 能多陪伴在他們身邊